蓝牙都见我啊 这标志是个啥玩意儿 这个不明所以他们蓝牙的名又哪来的呀 这就要谈谈我们这次的主角了 是一个让我一直很不爽的一个国家啊 荒谬的老家瑞典 一千多年前啊 有时候宋朝刚建立的时候 西方的英国 法国 意大利等一片西欧国家 遇到了一群身着铠甲 划着大木头船 一声就烧杀抢了一的海盗 因为他们来自北欧 所以被称为诺曼 诺曼 就是北方的人的意思 他们老家在哪儿 北欧三国 丹麦 瑞典 摩威 语言类似 基本就是方言关系 信仰你肯定熟 就是有着浓厚悲观色彩的 主神奥丁雷神索尔 以及什么巨人族大战的诸神黄昏 北欧地区地理情况也正是如此 这儿有着两个非常不对付的族群 高鼻深目的日耳曼人 以及他们隔壁极北地区黄中人血统浓厚的萨米 也就是如今昏暗的主体民族 有可能就是那个巨人族的原型 可能就在一次冰天雪地的战斗里 这个混不下去的 本来居住的瑞典 我前面说了金发闭眼高鼻的日耳曼人 只能被迫南下欧洲大陆 这个时候恰巧是南欧拉丁人的罗马 同样北上大陆 两位也把欧洲的土著凯尔特人蚕食殆尽 凯撒拉军同这群瑞典日耳曼部落 隔着莱茵河对峙 最后谁也干不掉谁 罗马就把他们这种区划分成形成 而这群日耳曼人还在和猪猪一起打猎 自称德意志 也就是人民的意思 过着落后的渔猎生活 形成了欧洲至今都有的文化分界 也就是东北方向的日耳曼德意志区 以及西南方向的罗马拉丁区 瑞典人的此次南下 终于让自己摆脱了很冷的北境 但是罗马的复数人 让他们眼沉到炸 没想到天上掉上了大馅饼 400多年后 罗马被东方过来的凶人 给干了个七零八落 这落后的日耳曼人反倒坐收余力 蚕食了西洛马的全部领土 比如这儿的法兰克伯根地 这儿的西哥特 这儿的东哥特伦巴底 这儿的萨克森昂格鲁 都是日耳曼的部落名字 但不久之后 就被西尼的罗马同化 逐渐形成如今法兰西 西班牙 意大利 英格兰的雏形 但是在罗马帝国境内的 他们的语言又被同化掉了 说的还是罗马拉丁语族 只有德意志英格兰诈地 说的还是日耳曼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北欧的瑞典 丹麦 摩威这些流水的老家的日耳曼 老铁不得意了 我去 你们跑去要不 或者说香港人是大英国 还大国 还德意志 我们那是大兜 不还诸春黄昏 那不是先夫带动后妇吗 不行 我也要学你祖宗 我也要抢 这才有个开头说的 丹麦有个叫做哈勒尔的国王 统一了互不臣服的 挪威瑞典南部地区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北欧北海王国 然后组织达两南下入侵的 所谓的诺曼海盗 但这个哈勒尔 牙口不咋好 都黑了 所以外号叫蓝牙王 北欧也叫Blatin 英语叫Bluetooth 后来瑞典的爱立信公司 开发出了近距离传输技术 转间一想 就用了统合北欧的蓝牙王 给命名了 而北欧的卢恩字幕 哈勒巴勒尔蓝牙 这个HB 就写成这俩玩意儿 没错 这就是蓝牙的logo 不过这群新日耳曼人 并没有摆脱祖先的命运 首先就是入侵法国那一波 立刻被法国招安 封了法国西北边一领地 号称叫诺曼比公国 然后很快就举白形 不久之后 这人还入侵了英国 以诺曼王朝 开启了英国的法国化时代 甚至引起了后来的英法半年战争 还有一群瑞典人 有俩部落 一个叫罗斯 一个叫马莲格 入侵到了东边的斯拉夫人领地 后来又皈依了东罗马的东正教 成为了后来俄罗斯的前身 而在北欧的老家 还有个蓝牙王 深感每次抢弄一头 老家都没几个人 那是把房价都倒上百在家 于是就开始带头皈依基督教 逐渐让这群雷神们 变得温暖了起来 但是啊 这个北欧人 瑞典人的温和 不过是表象 他们其实鼓励知道 这暴力征服 不如文化软刀子 我们还得吃一长鸡一制一样 当然早去到欧洲 也没啥好玩意儿 就学了点宗教神学完事儿了 直到了五百年前 有明朝的时候 西班牙 荷兰 英国这群人 开始了海外殖民贸易 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在每周 用奴力 种蔬糖 种棉花 换东方的茶叶瓷器 四楼香料 瑞典人才有样学样 搞了个瑞典东印度公司 但是因为全国人口加一起 还没有山东赫德 操仙人多 根本没占有啥便宜 没想到这群孙仔 是另辟蹊径 开始上往中国卖鸭片 那这之后 才有英国老有样学样 开启了我们悲凉的近代史 瑞典人看好家好 卖鸭片 我也卖不过你 我想起祖先蓝牙王来了 要不重新当个北欧霸主 占芬兰 跟阿山尼亚什么的 结果被重新掘起了俄罗斯 一顿猛消 消老实了 贸易不占便宜 放高雷带不如银河 打仗打布俄德 这海贼们怎么办 唯一的出路 就是用欧洲的科学 发展自己的工业了 还会被划软刀子 这不最典型的 就是瑞典的诺贝尔 这也是游历欧门 研发出了一票 最先进的炸药武器 以主撤离诺贝尔奖 至此 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 都得被瑞典重新证明一次 而此时的我们 却正现于终日加勿风云 自此之后 瑞典几乎是靠着全世界的科学 大力发展自己的军工 机械 电力行业 碰巧又赶上了一战二的命也好 远在北欧又没整个战争 还作出余力 成为了高度反映的资本主国家 不过在战后 随着日本韩国的相继崛起 瑞典的引以为豪的工业 就有点显得垂垂老矣了 这时候他开始对东方人有点发恨了 于是这群老企业 开始走进了高新科技的发展方向 转型为通讯生物医药航天方向 最才我说的 开头的电信爱雷线 成河阿斯利康 电气约莱克斯 和汽车沃尔沃等等 都是他的企业 其实不仅如此 人口还不如北京朝阳区的瑞典 也有了如一家游戏 我的世界 Paradox 包括这次荒谬等品牌 但你以我的夸瑞典 看看吧 全世界对我们好感度的排名里面 这国家比老牌不对付的日本 仅低了一名 是稳拿下去 而且去年也有明显反朝的气象 今年估计差不多了 但凡去过瑞典的华人也好 游客也好 都差于这个 和我们看起来远入无缘 进入无朝的国家 为什么对我们有如此之大的偏见 因为一切的冠冕堂皇 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利益跟条 400年来 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 靠着棉花折腾用的控制世界 无不是两大法宝 对内剥削 对外压迫和扩张 直到内外怨声载道 两次世界大战 让这群曾经适可的 让自己的国民 满足于天朝上国的优越 却进一步加深了 对发展中国的劳动力的 使用和掠夺 最后还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 给任何一个妄图迫害规则 以求自力更生的国家 进行自以为是的审判 却包括如今 希望通过工业体系 信息革命 弯倒朝车的我们 很遗憾 以瑞典为代表的希望势力 也正是把这一点 做到极致的存在 从奥丁雷神到哈利路亚 从牧州海盗到殖民闹瘾 从渔猎采集到工业革命 从武力扩张到所谓的腐蚀下 他们的面皮更换之快 是视作罕见 但是这群有着腐坏蓝牙的海盗 和抢够了就呼唤和平 友爱的瑞典环保商与 都流着一样的血